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 这种合金制成的援助在2019年之前也被定义为公金的标准 国金在度量衡之外也还有着其他重要的用途 比如标准波电阻温度计的电阻丝就是由纯波制成的 这是定义1990国际温度标准的四种温度计之一 在实验室里也经常可以看到国金的出现 因为在高温下 它的化学惰性能够达到极严格的要求 所以它可以作为奠基或者用于热重分析 此外国金也常作为各种金属产品的合金剂 包括细线 防腐实验室容器 医疗仪器 甚至是牙科甲体 在珠宝行业 国金的化学惰性与稀有性 让它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价值 许多著名的钟表制造公司 如姜氏丹顿 百达斐力 劳力士 百年龄等 都会使用国金来制作他们的限量版手表系列 价格方面 你可能认为国金是黄金的替代品 实际上国金价格与黄金价格的波动性并不相同 并且受到许多不同的市场因素影响 像是在经济稳定与成长的时期 国金价格往往会是黄金价格的两倍 国金不只是用于制作珠宝和高端商品 它在生物医学设备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由于国金是生物相容的元素 它是唯一被认为完全安全 可以植入人体的金属 例如10%的1国金电极 用于制造心脏节拍器中的电极 此外国金制成的标记带和导线 也被用来放置支架 甚至由国金制成的支架 也在医疗产业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国金级药物如Carboplatin Cisclatin和Oxaloplatin也被用于治疗癌症 这些药物的中心是 钵与两个氨离子和两个氯离子结合 原理是带负电荷的化合物 在进入癌细胞后会获得正电荷 使得氯离子被水分子替代 这使得药物能够绑定到细胞的DNA 阻止其读取代码 从而阻止细胞功能 虽然这些国金级药物对癌症相当有效 但由于它们有高度全身性毒性 缺乏选择性和药物抵抗等多种副作用 因此其临床使用已受到限制 在酒店业 一些酒店和餐馆使用薄金 作为装饰和设计元素 以提升其设施的豪华和高级感 薄金不仅任性高 抗腐蚀性强 而且其独特的光泽和色泽 能为任何空间增添一份珍贵和独特的质感 在汽车行业 薄金被用于制造催化剂 可以将汽车排放的有害气体 转化为无害的气体 由于薄金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 使得它能在高温下保持稳定 是制造催化剂的理想材料 不过 由于薄金价格高昂 研究者们正在寻找更为经济的替代品 由于薄金的优异导电性 在科技产业中也常可以看到 它被用于制造各种电子设备 例如高性能电脑的某些部件 如硬盘驱动器 可能会使用薄金 随着科技的进步 薄金也有可能被用于制造更先进的科技产品 在我们的生活中 从高级珠宝到日常科技设备 从生物医学到汽车工业 薄金的脚步遍布各处 它的稀有性与独特性 使得我们对其有着深厚的赞赏与追求 那么下次当你看到或使用到这种独特的元素时 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来欣赏它的光泽 并思考一下它的来源与价值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给我们一个赞并与你的朋友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 下次见